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 玫瑰道明传教修女会 七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修女 9月10号上午 同在屏东万经圣母圣殿 将自己全然奉献于主 与天父结下永世的盟约之后 他们始至努力开辟扶传大道 让人跟随主基督 在南台湾 这七位修女努力学习语言 投入堂区工作 全心为真理服务 在困乏处传播快乐幸福的种子 让人认识临在生活的天主 请导师Sister Sonia 召唤发愿者前来 祖师Sister Roberta Moni Suarez 我在这里 祖师Sister Mariana Dos Santos Barreto 我在这里 Sister Nelia Suarez de Silva Piñero 我在这里 Sister Maria Cucu 我在这里 Sister Beatrix Tomasia Piaz Calasi 我在这里 Sister Leonardo da Concepción Evangelista 我在这里 Sister Cherupitum 弥撒中 可爱又勇敢的修女们宣认 我在这里 我愿意 永远为主奉献一生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时刻 主里的刘正宗总主教授 中秋节 也是我们教会在庆祝什么日啊 感恩日 感恩日 是的 今天也是圣大面传教修女会的感恩日 丰收节 有来自我们的缅甸啊 东地汶啊 还有印尼 有七位修女要发终身愿 所以我们一起赞美感谢天主 让今天的礼仪 为七位要发终身愿的 我们的修女们高高兴兴 也充满天主给予他们的生命 生活工作的恩宠 那就是一愿定终身 终身愿 希望他们不后悔 不管碰到任何困难 有天主的自由 有圣母的陪伴 有圣道明 在帮助你们 让你们勇往直前 能够突破各种瓶颈 各种困境 能够光荣天主 负责为七位修女 讲授必尽的玫瑰会省 台湾圣若瑟传教区会长 施炯昆神父 讲道时说 有很多人会感觉到说 这位七位修女那么优秀 太可惜了 没有结婚 没有成家 有没有 犹如天主以最美的爱 最完整的爱 来对待我们 来招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以同样的爱 虽然说 不是最单纯的 最美的 甚至充满瑕疵的答复 但是因为我们诚心 要回应天主爱的邀请 我们才接受度奉献生活 这个也就是因为我们愿意 跟天主的爱互动 因此我们常常做这个圣招 一个邀请 一个答复 就是一个爱的教换 事发东升圣院的修女 事发接受 服从神品 守真三院生活 并逐一到会长面前 念誓词 签名后 由主理的刘正宗总主教 为他们带上戒子 成为主之敬佩 也就是他的新娘 玫瑰道明传教修女会会长 方秋剑修女 代表修会接纳七位姐妹 以修女 以充满希望 和喜乐的心 欢迎接纳你们七位 成为我们团体的姐妹 同时 诚恳地 许下我们会神 及团体的支持 与爱护 并携手 追求我们崇高的理想 华中生院的修女代表 红玛丽修女 说 特别感谢我们修会的 每位修女们 一直陪伴我们走这一条路 了解我们 并给予我们所有的爱和专顾 修会兄弟们之间的爱 就是这样 满满的 暖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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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